男女聊天的九大禁忌,找之找好 一,问对方的隐私问题 当然隐私的问题相对于比较宽泛 每个人对隐私的界定标准各不一样 相对于大部分来讲 女生的年龄、身高、体重三维等是隐私问题 一般不要轻易去问 除非是双方特别熟络 已经形同好哥们就另当别论 男人的薪资则也是隐私问题 有的女生一上来聊天 就问你每个月工资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讨厌相亲的原因 一上来就要开层布公 像是脱光衣服给对方看那样子 很尴尬,很不舒服 所以男女聊天的时候 尽量避免问对方的隐私问题 二,不知轻重的开玩笑 男女聊天中,尤其是男生 一旦聊开了,如同脱缰的野马 不知轻重的开玩笑 不懂得察言观色 对方明明表现得不耐烦了 他还在那自嗨 不懂得及时停止 这是很要命的 轻则失去一位朋友 重则你的口碑由此变差 所谓口碑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形成的 你在对方形成不好的印象 一传十,十传百,三人成虎 到时你后悔都来不及 玩笑不要轻易开 尤其是在一个陌生 还不熟络的女性朋友面前 你想抖机灵的看时机 也要看对象 不要丢人现眼自会好感 三,全层冷漠一对 聊天最忌讳的是一方聊得很嗨 一方却全层冷漠 对你爱搭不理 无视你的存在 这样的聊天是很难受的 是要不得的 因为他不尊重人 我花时间和精力跟你聊天 你却在低头玩手机 或者卓尔静又而出 说十句都没一句搭理 这样的聊天干脆别聊了 完全是质虐早伤害呀 你可以冷漠不关心 没兴趣 但你至少得配合下 假装再听也行 不要完全不理会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神游 这样就是你的不对了 四,说话可无遮拦 该说不该说的全说了 有的人说起话来 是不太经过大脑的 急性聊天 把该说和不该说的都说了 这是很要命的 尤其是在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一直都处于机关枪 扫射状态 没有停歇的时候 真是很让人省烦 一场好的聊天 应该是相互的 不是一个人表演 怎么看都是不精彩 独角戏 远不如男女一唱一鹤 来的精彩 有的时候要学会做个听众 听听对方的想法 而不是一个劲地表达自己 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指责对方 你不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在现实生活中 免不了要听到这类话语 说实在的 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我犯错了 我被批评了 你不来安慰 反而站在高处 对我指手画脚 指责我这不对 那不对 应该怎样 看上去很不错 可当事人的内心 有千万只 草泥马在奔棚 真正该做的是不说 静静地陪着 哪怕只是简单地 递个紫巾 拍下后背 搭下肩膀 或者给个温暖的拥抱 六,负能量爆棚 感觉全世界都欠他的 有一类人天生就爱负能量 特别阴郁 一点都不阳光 跟这样的人聊天 不出三句 总能把原本阳光正面的东西 聊到消极负面上来 真是有他在的场合 就是个巨大的负能量场 像是个填不进的黑洞 这样的人是不适合聊天的 人们也不乐意 同这样的人聊天 把原本不错的心情 搞得很灰暗 看不到正面的东西 长久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能量场也会被同化 最好的办法 不是试图去扭转 他的能量场 而是远离他 不被他同化或者影响 七,不懂装懂 拔高自己 贬低别人 聊天中 总有人爱装成百科全书 以为来获得成就感 遇到些不懂的问题 也要装作很懂的样子 在那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 你懂还是不懂 不要轻视别人的智商 有的人不懂装懂就算了 还要在期间贬低对方 以此来抬高自己 享受虚荣带来的快感 真是够无耻的 让人觉得很恶心想吐 这样的人是交不到真朋友的 因为他没有拿对方当朋友 而是当做秀的观众 在看他滑稽的表演 八,出口层脏 且毫不收敛 有的人天生喜欢爆出口 还觉得很有气场 能震慑他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跟土匪一样 土匪是打家劫舍 劫富济贫 而他们这是在强奸我们的听觉 不管我们接不接受 愿不愿听 他都一直在那标脏话 完全不懂得收敛 真要人命 遇上这种人 我一般都是退避三色 或者绕道而行 尽量避免与其有面对面的交流 若是避免不了 那只好不客气地指出对方 因为他那样让我不舒服 九,非议别人 还没飞色舞 聊天中常有一种现象 是非议别人 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今天他会在你面前 跟你非议别人 改天他会在别人面前 非议你 他们以为这样是在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起到了效果和相反 变相跟自己堆了一道墙 跟外人阻隔开来 渐渐的也就没有了交心朋友 你要不要 好